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直播 在开始之前我要请你答案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境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比较轻松的议题 那就是一个GameFi游戏叫做Ziverse 好 这几周呢 应该说这几天好了 就市场就是很惨 大家看左上角都还是红通通 而反正就是熊市牛市都把它讲 就我们也经历过很多 常看我们直播从17年到现在就经历很多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不代表我们要停止的这个去学习 停止的去看新的项目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超新的一个项目 叫Ziverse 那我认为其实在链油 跟像DeFi最大的差别就是呢 链油比较难让大户呢介入 比如说DeFi好了 我们看这次USD就真的扳倒了很多巨人 听说像韩国的一些投资机构 像Hash啊 或新加坡一些投资机构 都因为LUNAUSD的事件呢 就损失惨重了这样 当然散户也损失很多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大部分 这些年化这些Yield呢 其实都被大户持去了 他放了一千万美金一亿美金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挖的 可是呢 在链油就很不一样 举例来说好 假如今天你在玩这个Stappen好了 你应该没看到Stappen的这个 这些投资者好像Safirmian啊 Solana这些 就我们很少会看到 他们去跑步对不对 所以你跑可能就可以赢过他们 当然你挖到是GST 然后如果升级后可以挖到GMT 但不管如何呢 大户去跑就比较少 当然还是会有人去跑 但是他会限制住 你能挖住多少 因为一个人就只能跑那么多 你可以拿最多可能 OK两三只手机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像AXI Infinity也一样 但我后来看到呢 大户开始投资 像是YGG或是Mare Circle 这些的这种炼油工会 然后透过工会去打 所以工会就有点像是这种 这个机枪池一样 你投资他 然后他去挖 然后呢把这收益挖回来 就是我这边看到有些工会都是 集体玩Stappen都有 所以我认为其实在熊市里面 我不知道之后会涨还是跌 但是我认为呢 炼油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尤其是游戏这一块 不管是元宇宙 或是Move to Earn 游戏这一块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看有个游戏 我常讲 就我自己很喜欢 叫Star Citizen 这游戏就做了五六年了 也是现在人类历史上 花最多钱的一个游戏 在制造非常多 我记得好像他们已经 花了三四亿美金了 还多少 就非常非常夸张 前面几个好像是Halo 跟这个GTA 对还有像是那个 Cyberpunk 2077 那个Cyberpunk 那我们 所以说呢 游戏呢 其实就是会让人 很想要在里面 就是获得这些金币呢 成为是真正能使用的 那对游戏开发商来讲呢 他就可能是每一个游戏 都能上市的这种概念 对 好这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讲练 我们很久没讲练 所以今天要来讲一个 我觉得蛮可爱的游戏 如果想要认识他的话 可以去追踪他的Twitter 他的Twitter 这个Follow人数是非常少 就跟当时我们叫 Heroes of Mavia 还有Crypto Unicorn 就很早期的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 游戏的这个影片好了 好这边暂停一下 所以呢基本上 你刚刚看到他的很多的地图变化 像沙漠啊 然后呢这个像北极的地方啊 然后这种绿地啊 基本上他就是会有这个土地的发售之后 然后他的 他这个土地很多人是先卖土地 然后不能玩了 他的土地是已经可以玩了 就是他会有一个 有点像是 动物森友会这种感觉 就是你会有自己的土地 就你没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没有在闯关的时候 你没在对打的时候呢 你可以约个朋友一起来 比如说 我们有自己一个 Mr.Block的这个 区块先生的土地好 然后呢 就可以在里面布置 就是可能开一个Twitter Space 或 Podcast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边 Hangout 那在土地里面呢 你也可以 就是种植物 那种这个植物 其实很重要在这游戏里面 因为呢 你的每一只的Z啊 这些小角色叫Z 然后呢 你去打 金的时候 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呢 你的角色会受伤 然后呢 也有可能中毒 那这些都需要使用不同的这些药草 或者是呢 这种 透过混合可以生成这个药水 来去修复你的Z 这有点像是你在玩 Steppen的时候呢 你的鞋子 会有一个这个 resilience 然后呢 你需要去 等到 用那个GST 来进行修复 是同样的概念 那 在这游戏里面 他的这个 修复呢 也是可以直接花金的 就是他就像打金 课金嘛 这样子 就像Steppen也是课金 就是你跑完 然后你要拿你游戏的币去修复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购买 他的这个 这个 忘记他代币叫什么 但是呢 好像叫V还是Z 然后呢 你可以去修复 这个你的这个角色 这样 他对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影片 就是你的土地也有可能会出现 依照你土地的角色 比如说你今天是要打一关 他是需要水的角色或火的角色 那你就是需要你的那个场地是有这样子的元素才有可能产出这种角色 那这就有点像Mystery Box 或Loot Box 所以你会看这块土地他有水有草和沙漠 他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角色 对战呢 其实有分三种 这是其中一种 然后你可以派就是一支到五支的这个Z去对战 然后呢你的Z也会 大家可以看他下面是会有分这个草啊水啊火 所以这些属性呢就是依照你在的这个场地 就是刚刚你的地图这样子 那你的地图其实还可以获得到其他的东西 就是呢除了你可以让你的角色得到特殊属性以外呢 你也可能获得到宝石 那这些宝石可以帮助你获得到一些新的技能 那更酷的一件事情是他有一个Creator Mode 就是呢你可以自己创作自己的角色 因为呢他们认为说做任何游戏啊 他不只是要有一个这个让玩家可以玩以外 他觉得在像Sandbox一样有很多的人喜欢创建自己的角色 这样子他做的有点像Roblox 好然后反正你赢了后他就会会有获得奖金或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影片 然后他另外一种玩法是有点像他就有点像这样 就是比较小的版本这样 然后呢这个游戏是他可以在线上玩 然后也可以做这个Mobile的版本就手机版本 对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Lobby就是你可以自己创建自己的这个Lobby的地方 我觉得很酷 因为其实我我很爱玩游戏 但我不喜欢玩Turnbase 就是他这种Turnbase的游戏 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玩Axio 但是呢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 他的这个游戏的世界观非常大 然后呢他会支持各种的这种玩家 其实我们像看Steppen喔 现在除了去玩的人以外还有鞋商嘛 就是去买很多鞋子吞很多鞋子 然后呢比如说把鞋子价格炒高 然后他也会去生产鞋之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的玩家呢 他可能就是专门去把鞋子等级升很高 然后专门去挖GMT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玩家出现在Steppen里面 那他未来可能也有各种像马拉松啊Quest啊这种模式的 那那是Move to Earn 对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从这些游戏里面学习 然后呢把它引用进来 Ziverse呢就用了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呢 让用户可以比如说你是专门想要生产这个药水药草的 然后呢种很多这个药水药草 然后呢拿这个来卖给呢这些玩家 那这些玩家可能是游戏工会 他就需要团很多药水药草呢才有办法去这个一直玩这个游戏 然后呢可以中间不间断 那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呢 他其实每个账号每天可以获得到的这个V呢和Z是有一个上限的 所以他透过这种方式来确保他可以存活进入到死亡螺旋这样子 那另外一点这个也是有限的控制 所以可以透过比如说你有很多的Z 然后你去购买他的这些宝石 他有些宝石是可以充电的 就有点像你玩Steppen现在没电了 然后呢透过宝石充电这种概念 但是Steppen现在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让你可以刷他的这个治理 好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快速的介绍 那这是他们的团队 那团队的背景呢其实他们是一个游戏公司 然后在瑞士 那他的游戏公司呢叫做这个Beatroot Lab 那他们之前做过蛮多游戏的 包括这个Dystopia Contest of Heroes 这些现在都是可以到App Store上面下载的 然后呢像是这个Hero Squad啊 Pug Run啊这些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们之前做游戏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满喜欢支持的就是 你本身就是游戏的Studio出来做游戏 而且是真的是可能有做过不用说3A 但是至少是现在大家喜欢玩的游戏了 因为我看到很多游戏它是一些 我不想讲土狗的游戏Studio 但是就是做起来就感觉是拿那种10年前的作品 然后重新就是套版上来 我反而认为是应该要拿一些是 真正是大家现在喜欢的游戏风格 然后呢再加上代币再加上DeFi的模式进去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Ziverse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 也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这个Discord里面 然后呢它Discord连结我也有把它放在这个介绍栏上面 我觉得其实熊市里面就是可以学习很多项目 那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任何 不管是链油不管是DeFi不管是NFT 其他风险都很大 你最多的就是时间对吧 所以呢不用花钱去学习 你就是花时间去了解一个项目 那我跟你讲在Crypto市场里面 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你可以在一个很早期的项目 花时间在里面然后去了解 那这中间你可以把它写文章 你可以把它做影片 你可以把它做社区 所以这就像早期SNX 早期Uniswap 早期Curve一样 对 所以呢最好的就是看你自己能贡献什么 然后去认识一个项目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介绍Ziverse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 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到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y today it's not financial advice 好我们晚点见 拜拜 拜拜 然后如果你今天在YouTube上看的话 请帮我订阅 然后把小铃铛点开 你就不会错过 下一周 请你记得酷得全安静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直播 你有学到新的东西 也帮我把影片给分享出去 除了现在每日直播是每周一 每周三每周五 都会讲最新的区块链的新闻 然后各种的加密货币 跟去中新化金融的DeFi 我们明天见 拜拜